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連續幾天我會教大家煮雞翼 雞翼好像是全世界人都喜歡吃 雞翼好像每個人的雪櫃和冰箱都會防身 我當然不例外 因為我這麼喜歡晚上做宵夜吃 雞翼都會常備在雪櫃和冰箱裡 今天我教大家煮一個超級無敵簡單的雞翼 叫做蠔油雞翼 我怎麼認識蠔油雞翼 其實是在電視看無線的蘇文芳一個飲食節目 每天吃完之後 自己會教煮蠔油雞翼 我看完那次之後 有人在試吃 說好吃到好像沒吃過那麼好吃的東西 我就覺得沒理由 蠔油雞翼這麼普通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做完之後 吃下去的味道真是驚為天人 所以一定要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一路煮的時候 我就再介紹多一點雞翼 現在先介紹材料 有些事情關係 雞翼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雞翼和蠔油 真的這麼簡單 我今天就預備了幾隻雞翼 不如先醃味 好嗎 好了 調味也一樣 就是蠔油 那味道如何 就是蠔油 就是這麼簡單 把蠔油倒進去 然後搓勻雞翼 你會問我 放多少蠔油 我會告訴你 我不會告訴你多少 因為我現在做五隻 你可能做十隻 你可能做兩隻 我會告訴你 蠔油要醃在雞翼的身體上 在雞翼的身體上 你會覺得 醃完後 剛剛好 每一個位置都包住蠔油的感覺 然後又不會太多漏出來 然後又不會覺得它很沒有蠔油 這樣就是為之 剛剛好 現在就是我所形容 看到每隻雞翼都被蠔油包住了的感覺 這個蠔油醃十多分鐘 然後就可以煮了 十多分鐘後 再講蠔油雞翼的故事給大家聽 好了 已經過了十多分鐘 雞翼都吃蠔油 吃了十多分鐘 我們就可以煎了 這個真的簡單得爆 只不過是把雞翼用蠔油醃一會兒 然後就去煎了 煎雞翼千萬不要太大火 因為雞翼厚慢慢來 滾了 我們就把雞翼放進去 煎完一邊煎一邊 煎雞翼很多人很害怕 我知道 是因為它有油 很容易彈 我是OK的 那種味道已經出來了 好 逐煎逐煎煎 大家 有這個保護網 好 讓你們看看 雞翼慢慢來 逐煎煎 好 講解這個雞翼的故事 這個雞翼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我吃完之後 驚為天人蠔油炆雞 或者蠔油炆雞 我們真的吃得很多 但是這個雞翼 為什麼就這樣蠔油包住雞翼 為什麼要知道會這麼惹味 我想這個雞翼就放在這裡 你看到我們是沒有留意 其他調味的 蠔油的確有足夠的甜味香味 加入到雞翼裏 然後這個煎就是我本了 這個煎的蠔油煎出來 是焦糖味的 香到不得了 是超級香 好 我們那邊慢慢煎 如果你覺得沒有這麼大油 就可以打開大火 超級香 我想就是蠔油味 在鍋裡煎 然後就有焦糖香味出現了 所以這個蠔油 雞翼不是我們同時炆的 是一個煎的版本 然後吃出來的時候 現在在煎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一陣燒糖味 我會用這個味道很特別 所以今天要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大家也看到我不是用了很多時間 只不過用兩小時的調味 放了一會兒 然後現在就過來煎 我看到雞翼已經開始煎了 有一點味色了 好 我就反過來煎第二遍 你看到了 它開始有些金黃色的 油就慢慢煎 不用急著慢慢煎 就是要這樣煎 煎到它香脆 好 我們給點時間去慢慢煎 一會兒煎到金黃色 回來和大家見面 剛才大家看到我不停煎 不停煎 雞翼就煎好了 就是焦糖 就是蠔油的甜 令雞翼有些金香 煎到這樣的效果 現在聞到很香的焦糖味 讓我吃一下 看看 好熱 好神奇 什麼味都不用放 只放蠔油 這樣煎完 你現在吃出來 是覺得很多層味道 有焦糖味 有香味 有蠔油味 有鹹 有煎香的香味 嗯 真的好脆到飛起 不說了 我要吃了 真的很難看 拜拜 拜拜